這台車真的稱為萬年不敗的K8 它又可以為你遮封閉 也可以帶著你一家人出遊 它都沒問題 不過說實在了 這一年帶來國產車 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整理的值不值得 我只能說這對於車主是值得的 因為畢竟車主喜歡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的叫做不值得 今天翻新的主角又是一台K8 怎麼那麼多台K8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K8真的是萬年不敗 養這台車跟養一台機車差不多吧 只是缺點說它的板筋比較薄 容易繡實 所以這台車不外乎 也是離不開板筋繡實的命運 而且這台車呢 這一手車到現在只跑5萬多公里 超少的 原因是因為這車主夫妻 他本身就很少在用車 因為他們住在台北 生活機能很方便 都沒什麼在開 他們原本去訂了一台新的Artist 但是有一天看到我們的影片 就來找我們 然後跟我們討論聊天 他就在想呢 他到底要買一台新車好 還是繼續整理這台車 那當然呢 我是覺得說 他們用車機率那麼低 那買一台新車 也是在那邊折價 而且放的沒在開 那與其乾脆把這台車一樣 做個適當整理一下 其實你說再開個幾年 一樣啦 真的都是划算 當然你說安全性呢 當然老車 沒有像新車來的那麼好 當然做每一件事情 每個人的看法 還有角度 都不一樣 只要車主開心就好 這台車一樣 接下來會做引擎底盤的保修 還有全車的反烤 開裝 還有內裝換皮 還有內裝清洗 還有呢 影音要更改成安卓機 相當多的東西 像這個燈啊 左右兩顆 有時候為什麼會霧化不太一樣呢 有幾點原因 第一個 有時候啊 有些人他車 停的是在半露天 也就是說 他左半邊 是在屋簷下 右半邊呢 則是在太陽底下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在常照射到太陽的地方 就容易霧化 也有可能導致於 就是一邊霧霧的 一邊比較透亮 第二點呢 就是說 他有可能 沉浸這邊有去撞到或幹嘛的 也就是說 他有先更換一邊的新大燈 所以這時候用久了 就變成說 左右新舊色差 也會跟著有差異 像這個霧化的大燈呢 他可以把魯素燈泡換成HID嗎 可以啊 但是如果他行照沒有HID光行的話 他日後變更HID 他是驗車驗不過的 因為這個在台灣是違法的 在K8呢 零件 我們也是非常的辛苦 一個一個去找出來 因為K8他有一些零件 其實也已經開始停產了 這些零件裡面有 分別為就是中古沙漏 然後還有新的副廠件 還有原廠件 但是副廠件居多 原廠件比較少 啊使用正常跟副廠 就看車主自己的需求還有預算 因為正副廠 它的品質一定也有差 那價錢當然一定就差很多啊 像一個大燈 可能一顆就可以差到兩三千 然後有一些 像這種老車啊 中古漂亮的正常件啊 物以稀為貴 搞不好 現在很多賣家開的價錢 都比當時原廠 新的賣的還要來得貴 這樣 這個是它的後燈 然後這個是它的車側四條 因為它的車側四條總共蠻多件的 總共有十件 然後現在新品我們只有找到大概 好像六件吧 然後剩下三件我們 只能用中古件來取代 對因為它車身的一些四條有點變形 不然其實如果沒有變形的話 就用它原本的四條去做整理就好了 還記得嗎 我就是有提到說 因為像那種塑膠啊 久了 它太陽曬久了 它會表面有一種氧化 什麼叫氧化 就那種呼吸啊 你在磨的時候會特別有感受 有時候我們在心噴的漆上去 附著度就會不會來得那麼耐用 我們也是考量說 因為車主花了大筆費用 所以我們盡量都是以新品為主 然後這是它的水箱護照 然後還有一些小配件 所以一台老車 大家可能覺得很好玩 很像在燭光那種你知道嗎 田宮模型啊 那個小小的 我也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也是說玩樂模型 然後到大 但是因為熱愛車子 所以才進入這一行 結果沒有想到 要組裝一台真車 是這麼的麻煩 因為零件真的是太多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 去做維修更換 然後一步一步的 把這台車整理到位 通常整理這輛一台老車 平均花的時間 都要在兩個月左右 那有一些更老的車 至少都一定要三個月起 主要有一大半的原因 都是卡在那一個 巡料跟帶料 因為零件真的很難找啊 那大燈呢 我簡單介紹就好了 正廠跟副廠 最主要一些差異就是說 它的投射焦距 副廠 投出來的光啊 它比較閃 比較沒來得那麼聚光 第二個就是說 它外面的這個抗UV層 會比較不耐用 比較容易霧化 對像白內臟那樣子 所以這種大燈啊 我覺得當然有預算的話 還是用正常的 會來得比較好 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些零件 我覺得副廠是OK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用正常 會來得比較好 當然還是要取決 就是看你們自己的想法 還有需求 好 那我們第一站呢 一樣就要交給 阿盧技師 做引擎底盤的保修 欸 王阿盧 這台車保修部分 這次要換了哪一些零件 像這種老車 通常我們在用就是一些 消耗品之類的 耗材 因為這種車有年紀的 相對著一些 橡皮類 皮膠類都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都以橡皮類 塑膠類的去檢查 那像這台車 你那時候檢查有什麼 比較大的問題嗎 大的問題倒置是沒有啦 只是一些可能 我們水管啊 水箱 老化這部分 其實有很多網友 懷疑這台車 真的是跑五萬公里嗎 這確實啦 因為這種車是放到壞掉 都放到壞掉 它真的放壞的嗎 是放壞的 是放壞的 像很多地方看到都生鏽啊 所以應該都是放到壞掉的 所以它的引擎 這個內部不像是 我們有拍 那個上蓋有拍起來 看起來內部都還滿乾淨的 滿乾淨的 OK 那你選擇打牌喔 為什麼你的口罩有紅棕 自摸 平常就要練習 對 以後打牌才要忘了 我們拉回正體 這台車它總共換了多少零件啊 一件一件 這樣算應該四五十件跑不了 那麼多喔 對因為你像石龜皮在這個裡面的裡面就是一樣啦 對啊 它有一些什麼可能底盤類的東西啊 煞車類的東西啊 對 它交往在一起就很多樣了 那這類的老車啊 普遍你這樣子已經做過那麼多台車的這個保修 這個維修的價格在多少 因為這種K8的名件本身就不貴啦 大概落在四萬塊至十萬塊之間 五到十萬之間 如果說你要修理更多可能就十幾萬七掉了 阿如你這次呢 這台K8換了大概有哪一些零件 我們先看到就是我們正式皮帶這個部分 因為K8車系有沒有 萬一說正式皮帶如果斷掉的話 我們會氣門跟火燒會對撞 會敲到氣門導致氣門會歪掉 所以這點我們會特別注意 如果說現在這台車已經跑五萬七了 可是年份已經那麼長了 我們會建議就先把它換掉 雖然它還可以用的情況下 我們不要跟它拚 我們氣門要整理就是這個部分很重要 接下來就是煞車系統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煞車系統 那個煞車總辦 它周邊都有一點剩油 剩煞車油的情況 跟一些煞車分配器 還有後面的煞車別排 什麼煞車分泡 我們都一併把它做改換 安全性的我們很不懂 還有因為它這台車有一個通病 那時候我們用的風格就直接 我們再開回來場內的時候 它會再次會上下跳動 這台車的通病就是我們代速馬達 咬住 但是它把它直接導通 導致電腦回沖到電腦燒掉 所以它會1500轉的時候上下跳動 這有點專業 OK 所以它就不做受介紹了 好喔 啊 亮巴 我們阿如祭司已經把它的 保修的這個部分給完成了 你看 乾乾淨淨 對 它都用舌頭去點這些細節 我跟你講 可惜這鳥仔蓋還有一點拖漆啊 因為車主他沒有說要整理 我到時候有時間的話 我再幫他做鳥仔蓋 噴沙整理 不要看我頭歪歪的 我們凱哥今天頭整天都歪歪的 是大頭啊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去哪裡了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要嘲笑他 你頭怎樣 可是我小頭也歪歪的 哪裡歪歪 我都歪左邊 好 我們現在啊 就是開始要把這一個 舊漆給磨除掉了 啊這磨有技巧嗎 沒有什麼技巧啦 就把它磨漸底 然後用點焊機 下去慢慢點 點平以後 然後再補塗 就這樣而已 聽起來這蠻簡單的嘛 我應該也會啊 有很難嗎 沒有那麼容易啦 是嗎 你不要騙我 因為這個是有技術上的問題 是喔 一般你又是凹進去的話 有的人是直接補土的話 他土會補得很厚 厚以後 他就會 累了以後你就會吃水 吃水然後就會 造成鐵板生鏽 鏽了以後就浪嘛 啊我每次看你這樣拉 我就這樣拉一拉就好了 你就可以收個兩三千 喔 這好像很好賺耶 沒有那麼容易啦 主要是喔 我們要把它打平一點 打平一點 對這片門是會更好啦 你如果補後跟補 補一點點的補後 就差很多了啦 要有的就直接補足的話 他也能補起來啦 不過的話 以後 很容易可以 好啦 有沒有聽到 鍵盤俠 樹葉有專攻 不要在那邊無理取鬧 按無聊死 啊那你做工作也很簡單啊 我來做就好了啦 對不對 對 那 幹話網 靠 呵呵呵 柴哥 欸 你都不用戴口罩喔 因為有電風扇在吹 蛤是這樣嗎 因為有電風扇在吹的話 那就比較不會吃到那個 土的屑屑 柴哥你會不會吃很大耶 就是吃這個 欸 吃那麼久了 應該也是會有一些 身體不適的問題啦 所以坐我們的車子 也是不容易啦 確實啦 欸 啊他這個就有補過土 以前有烤過一次對不對 對 他 他現在這個土就是 等於我在磨的話 依我們的經驗的話 這個土就有一點厚 對 土太厚了 嗯 太厚的話 他喔 將來 他有可能 累掉的機會 就比較大 OK 這應該之前只是做那種幾百塊的吧 就便宜做嘛 當然是便宜做 一些事物就輕輕輕輕輕的做吧 喔 價錢取決一切嗎 當然啦 收多少錢做多少事 一定是這樣啦 OK 對啊 你便宜 當然是有的事物 一定沒辦法給你做到 那麼徹底吧 欸 那我問你喔 像這種狀況 我可以怎麼判別說 阿載車這片門過去考幾次漆 這一邊喔 至少也有兩次吧 兩次喔 就是色漆嘛 一次 然後過來這邊要補塗 然後又再一次 對對對 所以它就有兩次 兩次 OK 啊所以接下來就磨掉 我們就是 建造裸鐵才能再點看嗎 對對 點看就 盡量把它點平一點 拉平喔 盡量把它拉平一點 那個塗 我們的塑膠塗就比較 不會浮得那麼多 OK 我說不是好事啦 好喔 那就麻煩你啦 好 OK 經過柴哥的橋手修復後 慢慢的將板筋拉平 再來就是將前後玻璃拆下 好進行後擋風玻璃周遭 鏽石的問題 玻璃拆下後 再來換拆內裝 把整台車大致上拆光 一些傷痕就都會裸露出來了 你看這台K8的內裝 其實相當的糟糕 你看這個後雨墊 這綠綠的這都長青苔了 你看還有很多那種蚊蟲 再一車啊 因為它扣玻璃 它的周圍繡石 所以漏水相當嚴重 你看這整個海綿都吸滿了水 你看都是水 再來看看這個內裝 你看它的底板 積水嚴重 那這些水就是從這個 上面這個繡石 這個洞 然後漏到天蓬 然後再從天蓬周圍 然後漏到底部 哇這是你的繡穿了 會不會啊 這個全都已經生鏽了 結成一球一球 這台車秀太久 因為裡面積水積太久 它連備胎的 鎖的全部都碎掉了 你說備胎那個固定支架 對它固定支架 那個鎖的支架都斷了 雖然說跑五萬公里 但是車況 真的 因為漏水的問題 不然它引擎提高 那些都還算蠻健康的 好那我們等一下 再陸續的一直往下拆 對 等一下頂棚要拆掉 因為頂棚拆完之後 後面才可以做板機除袖的問題 對所以頂棚一定要下來 那它的那個水會滲到天棚裡面嗎 喔會啊 一定會啊 它那個水 就是從這西柱這邊 開始往下流 然後一直流流到後座底下 所以後座全部都是水 那這樣子它的天棚有需要換掉嗎 天棚是不需要 因為它天棚是沒有整個爛掉 所以是還好 它主要是因為後座 它後座墊比較麻煩 因為它後座墊整個都是水 那這樣子的話 後座墊要怎麼吃 建議重邊啦 重新墊 因為它皮其實也已經爛得差不多了 然後海綿就是重新再洗過 讓它晾乾 再重邊 那這樣是最完美的 其實外表不拆 感覺還好 拆了感覺滿清爽的 這種車通常你沒在顧 這都是K8的通病 這後面都已經爛 這已經不知道爛了多少台 我們接手到現在 看過爛的十幾台以上 你看它裡面原本這邊很漂亮 它原本的板經的天棚超漂亮的 它就後端這個地方 不知道爲什麽 每次這種車K8的 全部都是鏽後面 基本上後面全都鏽了 都破重了 有沒有感覺好像本田的車 那板經都比較薄 對啊 然後你看這裡 這裡鏽了 你看 都起泡了 這個真的是 對啊你看這後面 都鏽了 哇都脆掉了 對啊你看 你看 你看這整個都 你用玻璃鋼去 到時候也是進水 所以你這裡你看 這邊緣處全部都鏽了 這一定要切掉 重新做一塊 這後桶蓋到時候也要拆下來 這樣才方便作業 我覺得 柴哥處理這台會處理冷空 還好啦 它處理過太多台這種車 所以對它來講應該 小問題 它是這種的高手 大家不要看它以為這種鏽 好像很簡單 你如果說 你們自己下來 就我們就知道 這其實 沒有這麼簡單 可以看到這尾翼啊 你看它的表面材質 很像 騎很多顆粒枕子 像這種尾翼啊 會有這些原因 有幾個可能 就是說 第一個 它的材質不好 因為有一些這種尾翼 它是那種玻璃纖維做的 或FRP 對 它的底本身 密度就不是很好 很多毛細孔 所以你用再好的漆料 或是再好的技術烤漆 其實有時候耐用度 真的不會比起那種 PP塑膠都還要來得好 像這種喔 阿彌你看到一定頭很痛 如果說這尾翼已經 這副德性喔 其實我認為最好是換新的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去找 這新的要哪裡找啊 對啊 阿找到中古了 我覺得品項應該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近看 你看這螺絲其實都生鏽 阿甚至都找螺絲 阿你看旁邊 可能還都裂開 有時候我們 在拆裝老車啊 舉例啊 拆這尾翼 拆新車可能 5分鐘就拆下來 但是呢 拆老車可能 卻要花 大概20分鐘 甚至更久 原因就是因為 老車這些螺絲啊 可能過去已經被拆裝裝過很多次 那要嘛就是風吹日曬雨淋 都氧化生鏽 阿甚至它裡面搞不好花牙了 然後旁邊塑膠曬到變脆 那之後呢 我們再去拆裝 都會變得更加困難 那也是 我們為什麼有時候 在整理老車 費用會來得相對高 原因就是 取決於在這個公尺 原本5分鐘能拆下來 但我要花到20分鐘 也是因為這樣呢 我們費用就會收高一點 畢竟我們要承擔這些風險 對 所以整理老車的朋友 你在這一點上 你必須也是要有概念 然後保桿也是因為 過去擠壓到 導致於變形軍裂破損 這也是直接換新的 那內裝拆光後 也可以看到 內裝內部的狀況 也都是非常的髒 然後底部的袖石 到時候也要一併處理 一樣繼續交給柴哥 做板金燒焊 燒焊完後 直接跳來看完工的面貌 大概這短短幾十秒的 板金作業的背後 可是花了柴哥5天左右的工時 現在K8已經都 板金到一段落了 那剩下的呢 等我們把車送到烤漆場 再去做拆檢 接下來咧 我們要把這一個 就是你看 像這個裸露出來的 髒污泥沙 這些都會卡在這個板件裡面的 我們等一下要把它沖洗乾淨 因為啊 我們要確保這一個烤漆的品質 最好是要把這些灰塵啊 泥土啊 先洗掉 這樣到時候呢 進烤漆房的時候 這樣子噴槍在噴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惹沉 那這些灰塵如果被吹出來的時候 又黏到烤漆上 這時候烤漆的品質 就一定會有差 所以通常我們在 烤漆前 我們一定要先稍微的把車身 這些細節的髒污給清洗乾淨 這清洗是有意義的喔 不是就因為就是強迫症 然後單純的想要把它洗乾淨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洗一洗 這些髒的東西啊 其實等一下用水槍大致上沖一下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掉 這時候不用怕說藥水會咬漆 你不用怕 因為等一下我們都要把它磨掉 然後都要重烤 你看像這些 迎賓塔板裡面卡的這個髒污 對 我們要把它刷掉 等一下我們進烤漆房的時候 這樣整體的環境 才會比較乾淨 然後再次都會吃好了 接下來我們櫃子 多一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要去炮 我們要是 好 我們沖洗乾淨後 我們就要把這台車交給阿民哥 阿民哥看到這台車應該相當頭痛 現在阿民哥已經把大致上損壞的漆先磨過一遍了 其實通常可以的話 最好不要把原廠的防鏽層給磨掉 因為畢竟原廠的防鏽鍍芯層是會比較好的 但由於這台車很多漆面 已經從底部開始出現問題 只好磨到劍鐵了 並且開始用一些補土來修飾漆面的平整度 阿民哥你現在為什麼要把這個板晶把它磨到劍體 因為它的漆本身有問題 它的底漆已經長了廢質 就是顆粒顆粒狀的那種 你沒有把它完全去除的話 假如我們再把它包上去直接用噴漆的話 那個還會長出來 為了把它根除的話一定要磨劍體 所以一般的話是不會磨到劍體 對對對 那像這個黃色的是什麼 這是合金補土 合金補土是用來幹什麼 最主要是抓鐵 因為現在的鐵板都是錄心乾板 就是要用合金補土下去補 那阿民哥像它尾翼之前看的時候很嚴重 你這種情況你都大概會怎麼辦 這種情況你也只能補土而已 因為它纖維的它本身的洞就很大顆 我們補下去以後 因為它裡面有空氣 我們完全封住以後 它空氣會一直往上衝 所以久了以後 還會變成有那個泡泡的顆粒狀 這種纖維的就難免都會有這種情況 最好是換成塑膠件的會比較好 纖維件的都這種情形沒有辦法避免 接下來前置作業 大概都準備完成後 就可以把車移到烤漆房裡面 噴土底漆 烤漆需要時間 一道一道的研磨 和噴漆和乾燥 還有烤漆的用料 這時候也盡量選好一點的 不要為了省錢 除非今天這車是要賣的 因為烤漆一旦烤上去後 可能就跟著這車一輩子 它還要能承受風吹日曬雨淋 需要一定的耐用度 所以好的漆料是必須的 如果選用雜牌便宜的漆料 就怕幾年過後 漆面就開始出現損壞 軍裂或是物化 還有工法程序 也是需要一定的流程 所以烤漆通常都是需要 蠻長一段時間的 不要小看這烤漆短短的幾分鐘 這可是花上阿兵哥 好幾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現在這個底都做得差不多了 很辛苦嗎 還好 真的嗎 這台車真的很嚴重 那現在這個 它是烤白色的 不是因為這個是二度底漆 還要再研磨 簡單來說 這車那時候我上次來看 它是磨到墊裸鐵了嗎 對對對 通常我介紹你是說 這如果像車漆軍裂那些 非常嚴重的 才需要磨到這麼底 因為我們要確保安全 就是要做到 胖到裸鐵是最安全的 怕不知道是哪一層出問題 了解 所以你就是一次就是 打到下面 對對對 時間就花非常長嘛 耗費的時間是比較長 對 如果我偷工減掉 就不用胖到底 就是稍微磨一下就直接 可是變比較沒有保障 怕的話還會出現原來的問題 就是一段時間就出來了 對 好 我跟你講這邊就是重點了 很多人一聽就是聽價格 啊那麼貴 可是殊不知這就是差異 如果你要做便宜的 我們也可以很便宜給你 但是這種車行做法 我們是不保固的 所以像我們單價收入比較高 是有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普遍的客人 都是老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會來找我們烤氣的時候 都是你的氣已經出了問題 那通常我們日後再去做修復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除非你只是單純的改設 或是說表面的細微刮傷 那就還好 當然像這種全車烤 我們價格都比較高 是因為通常這個耗費的時間 第一個很長 第二個很多是你沒有去預估到的問題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整理老車的店家少 就是在這邊 因為真的太久了 所以很少店家愛接 對吧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比較費時 費時費工 所以我希望大家自己要去理解 而不是一昧而說 哦就是貴 話不是這樣講的 你要便宜也可以 反正就是說一分錢一分貨 對這樣講最快 因為你看我們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作品 都是去做這個過程記錄 就是為了要給你們保障 一般外面比較少這樣子 當然有良心店家 那當然可能也有比較 沒有那麼有良心的 當然他們就是 最後完工你也看不到過程 你也看不到底啊 對吧大概這樣 對 像這個把手啊 有一些東西拆得那麼精光 為了追求什麼 我們的漆比較不會有切痕 之後的話 你在洗車什麼 都比較不會有問題 阿民哥的意思說 接痕 就有點像是那個貼紙 如果貼在這邊邊 貼在這邊邊 那如果以後我們洗車水槍 會去沖到 久了它從這個接痕 就會開始挑掉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剝落 這就是一些細節的差異 當然有一些車 可能過去看到 我們沒有去拆到那麼光 那是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車主的預算有限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那個零件 我們已經找不到新的 所以我們就會折衷 就不要去拆了 因為你如果拆了 出了問題 等一下就沒有零件更換 要嘛不然就是 我們又要再把預算拉高 又要買新的零件 但是這時候客人 可能就未必能接受 所以很多東西 建議還是要依照現場 還有車主的需求 去做評估跟討論 阿民哥這台車 你在私座上 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最主要就是 長泡泡的問題 是他用料不好 還是他那時候噴塗的環境 料是一個問題 環境氣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後面現在的狀況 那時候都已經能破洞了嗎 誒破洞那個 這樣處理OK嗎 這樣OK啦 那時候還要再撿洞 我們還要再整個 拋關過以後 還要再封一次 對 那尾翼是不是讓你很累 那個尾翼的話 基本上 它那個孔洞 可能還會再跑出來 因為纖維件 那個本身 是無法避免的 也就是說 那有一些東西 是它本身材質的問題 只能叫做盡量 我們盡最大的力量 跟我們的技能去修復它 那剩下的就是會出問題 沒辦法 克服的 對 那我們就真的沒辦法 懂嗎 並不是說有一些東西 你花錢就一定能解決 並不是這樣的 除非它唯一換塑膠件 就不會有那種 起泡泡的問題 有時候老車就是 零件就已經 沒有什麼廠商願意開模了 所以你今天要他們 再用那麼好的材質 其實很少 大概烤漆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的流程剩什麼 要再研磨 再整修一些 有小瑕疵的地方 還要再封一次而住 那平均這樣一台全車烤 從底開始重新建置 這樣要花多少時間 公尺 至少一兩個禮拜 跑不掉 如果要加乾燥的時間 一定破一個月 半個月一個月也跑不掉 OK 接下來就繼續麻煩你了 不會謝謝 謝謝大家 烤漆完畢後 我們就送回廠內 開始由柴哥做復原組裝 組裝這個工作 也是需要很有技術的 主要是因為 附廠的零件 都會有密合度的問題 這時候要如何解決 就很看祭司的功力 和經驗了 組裝到一個段落後 我們就開始換來清洗內裝 把這所有看到的地方 都清洗乾淨 在用水清洗裡面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就是行車電腦 和一些線組 盡量不要沖到水 看看這髒污被洗掉的畫面 真的是滿滿的療癒 內裝大致上洗完以後 要將車內的排水塞拔起來 把內裝清洗的髒水給排掉 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就用乾絲兩用吸塵器吸乾淨 可以看一下左右兩邊底板的差異對比 右邊洗完以後感覺跟新的一樣 還有儀表板的部分 這時候也是最好清潔的時候 因為沒有玻璃 所以可以把儀表板清潔得很徹底很乾淨 畢竟二十幾年的車了 從來沒有好好的洗過早一次 車台內裝清洗完後 換清洗它的一些配件 那這些翅膀的背後 其實都相當的髒 每次清洗完後坐進車內 都覺得跟新車一樣 什麼味道都不見了 而且肌膚觸碰飾板的那種感覺 相當的清爽 最後椅子原本從編皮前 是這殘破不堪的樣子 現在重新編皮後 可以看到整個皮 彷彿藏一個老太婆的肌膚 變成青春的肉體 什麼破損瑕疵都不見 這次藉由清洗後 整台車變得越來越新了 現在內裝就要準備開始復原 門板的羽布膠也順便更新 影音主機也更新了安卓機 並且裝上了導車顯印 後車廂因為之前長期漏水 導致於後車廂的木板已經爛掉了 所以我們後面也重新訂做了一塊 好家在祭司們對於老車整理 已經越來越相當的熟練 內裝大概花了一天多的時間 就大致上恢復完成了 因為畢竟我們過去整理老車 每台車都不一樣 每個品牌設計啊 還有零件組裝 都會有點差異 我們都整理完後 接下來換清洗一下外觀 方便最後的收尾還有品管 原本已經洗好整理好的引擎 又因為板烤的關係 又累積了不少的灰塵 所以我們現在就再重新清洗一次 全部清洗完後 我們再上一層漆面的懶人維護劑 給漆面一層有保護的剝水 最後擦拭乾淨後 我們就都差不多完工了 好我們2021年式的嶄新K8 全部都整理完了 你看它的外觀相當的新 這台車基本上在整理的過程 我們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這台車它的結構很單純 很簡單 沒有什麼太多複雜的電子系統 這台車我們已經做過蠻多台的 真的稱為萬年不敗的K8 它至今就是還這麼多人 會願意去玩它或整理它 就是因為它的零件很便宜 然後又好養 基本上一台機車的價格啦 但是它又可以為你遮風避雨 也可以帶著你一家人出遊 它都沒問題 那當然它也是有缺點 就是安全性可能比較不足 不過說實在了 這一年帶來國產車 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針對它 哪一點不足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它這次選用的是水晶珍珠紅 它比起一般的樹紅 還有一般的銀粉紅 還要來的有塵刺 它會比較有多種顏色啦 然後呢大燈我們也換新的 還有它的水箱罩 還有膠條 那這次我們也很特別的是 我們也把它的主機改成安卓機 因為這類的車子啊 以前主機後面的空間 其實很小 變成說要改到現在新的主機 會比較麻煩 然後呢像是我們這次 把它的冷氣面板下移 那中間呢就改上 就是大螢幕的安卓機 這樣完整度都非常高 那這次呢 我們就是全車的皮椅 也重新編皮 那它後座墊呢 它裡面因為過去漏水嚴重 所以吸滿了水 然後有點青苔 我們也只能盡量清洗 但是畢竟清洗還是有極限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最好換一組新的海綿 但是海綿其實 就算沒有換新的洗乾淨 它還是能用 所以這次呢我們就主要就是以換皮為主 那海綿呢就洗乾淨就好 那再來呢就是它原本後檔周圍的 嚴重鏽石破洞這邊 我們也都整理好了 我們在拆裝玻璃的時候 也順便把膠條也更新了 畢竟這年代的K8 K6 難免都會遇到窗框邊緣 這些鏽石之類的問題 然後如果我都沒有發現 再嚴重下去就會秀到你的車台上 然後呢這次我們整理完 其實可以看一下它的漆面平整度 其實相當的不錯 這都要多虧我們的阿民塞 還有我們的柴哥 板金烤漆這兩人搭配 真的是絕配完美 這次呢我們也在它的後車廂 裝了導車顯影 對因為畢竟這年代的車 也沒有所謂的導車雷達 這樣導車的話也會比較安全 外觀的部分可能就只剩下旅圈 沒有去做更新了 對因為車主覺得就沿用它原本舊的旅圈 這樣就可以了 那引擎的部分 阿如技師也花了蠻多的心思 還有心力 去修復它一些耗材 我記得它有一個問題 阿如它花了大概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去查修吧 真的非常的有耐心 那這台K8呢 總共花費大約在20萬左右 一定有很多人覺得說它瘋了 整理的值不值得 我只能說 這對於車主是值得的 因為畢竟車主喜歡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的叫做不值得 那除了這值不值得的事情以外呢 就是因為畢竟這個車子啊 因為車主它本身就很少在開人 到現在才開5萬公里而已 所以它在買一台新車來 我想就是高折價 不然就是放到壞掉 所以它才會那時候選擇繼續把它留下 然後繼續整理來 繼續開 以上我們的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喔 我是阿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左邊呢 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右上角是汽車一美的官網連結 如果你想要了解 毒物項目 還有洗車產品 歡迎點選喔 如果你也喜歡洗車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汽車一美的社團 下方則是汽車一美 還有我個人頻道的連結 歡迎你們訂閱喔 最下方的小字卡 是汽車一美的各種聯絡資料 歡迎看我們聯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